记者李中县台中报道,由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及一群中部长期关怀地方社会行动者努力催生的清水海湾会本馆,今天热闹开馆并只办一连二天的开馆活动,吸引许多亲子到访,成为孩子的梦想乐园。 蔡奇昌表示,希望会本馆能带给孩子想象空间及快乐记忆。 位于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内的海湾会本馆,今天上午举行开馆升旗市集系列活动,文化部长郑立军副院长蔡奇昌,中市副市长林一银一同升旗海湾会本馆旗并翻开巨大的立体书正式启动海湾会本馆。 海湾会本馆创办人蔡奇昌表示,她两年前与一群中部地区长期关怀地方的社会行动者,构思筹设成立海湾会本馆,希望打造一个给孩子想象空间跟快乐记忆梦想乐园。 大家开始集思广益,集结民间力量,希望将艺文教育带入邻里社区,建立一个以原创会本典藏,会本共创培育基地为特色的专业会本馆。 许多人在筹设一年期间提供帮忙与协助,让想法能逐渐落实成熟。 逐梦踏实,终于顺利开馆。 文化部长郑立军表示,文化部十分关心儿童,青少年的文化生活,努力推动文化体验教育,让孩子除了学校课堂上的教育外,可以到科博馆,美术馆甚至是会本馆来阅读教育,相信海湾会本馆将是未来文化体验教育的一个重要据点。 郑立军也特别在意本台东瑞园国小26位师生,共同创作的双语绘本捕捉太阳的女人,送给台湾会本馆。 她希望各地原创会本可以透过会本馆交换交流,让多元文化教育从会本开始,一起来交换台湾美丽的故事。 台湾会本馆由知名会本作家玉米成成名义设计并兼任馆长,外墙墙面上有一只跳跃的彩色大赤鲸,是卢正县创作的飞行海湾的歌声。 它代表俯瞰台湾从大安西、大甲西到大肚西之间,海湾间环流波动连绵着田地与丘陵,像是一只大赤鲸,而台中刚北提又像是大赤鲸拍浪的凶旗。 进入会本馆,第一眼就有漂浮空中的云堵大赤鲸,里头四个,房间分别展示来自海洋呼唤的回音,捕蝶人会本装置站,以及一只一百只小怪桃,青水的泥染文化等等,会本馆的后院可以看到农田小鹿,在绿树微风下,大人小孩开心地翻阅着会本。